台灣PortoJu 前進蘇格蘭 大家好 我是林一峰 我除了跟大夥談威士忌之外 唯有在大學裡交易經 我常跟我同學說呢 事物有陰就有陽 有時候我們以為我們的優點 其實是我們的缺點 我們或者以為這件事情是我們的缺點 但同時它有可能發揮成為我們最大的優點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一支非常非常特殊的威士忌 我先說我記得多年前我在電視台 有在介紹酒類的過程當中 我曾經請電視台邀請一位好朋友上電視節目 那位就是陳千浩教授 陳千浩老師從法國留學回來的時候 在台灣這塊不能夠做葡萄酒緯度的地方 他在釀葡萄酒 他釀了一個特別的葡萄酒 就是這一支 上面寫的其實用台語說的PortoJu 這個PortoJu呢 如果你想買很可能要排隊六年之後才買得到 為什麼呢 他出來了之後經過陳千浩老師持續不斷的研究開發 他發現呢 其實在台灣這塊土地製作葡萄酒是不可能的 其實台灣的風土條件對製作葡萄酒來說是缺點 但是台灣的氣候炎熱 他研究全世界所有的葡萄酒的製作的過程當中 發現有一種酒很適合在台灣製作叫做馬德拉酒 因為馬德拉島也是個炎熱的氣候 他們製作的一些在太陽之下曝曬之後的所謂的嘉烈酒 他透過嘉烈酒的形式 在台灣製作了以馬德拉葡萄酒的特殊的形式 稱為葡萄酒 由於台灣這個氣候炎熱 造就了這裡豐富跟多元的特殊氣味 再加上台灣的當地的金香葡萄品種 讓整個葡萄在熟成過程的時候呢 產生了豐富的氣味 因此他到國際大賽 屢屢拿到金牌 甚至常常拿到Trophy獎 就是所謂的金牌中的金牌 後來台灣人發現 哇原來台灣也能夠那樣吃非常好的葡萄酒 現在很多人排隊買得到 因為他的產量極端的稀少 所以大概要排六年之後才買得到 我還有另外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也是國內一個非常知名的威士忌的品牌大使 他叫James 他每次見到我的時候 他常常對我說 Steven 是你一篇文章 啟發了我從咖啡圈子走到了威士忌圈子 我每次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他的努力 他的在威士忌上的成就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絕對不是我的功勞 他不只是認真努力想把威士忌做好 他還想要把台灣風土推廣到全世界 所以有一年呢 James呢 他就跑去跟陳千浩老師說 陳千浩老師 我試過你的葡萄酒 美味極了 我想要用你的桶子 將這個桶子呢 寄到蘇格蘭去 讓蘇格蘭的威士忌放在你的葡萄酒 葡萄酒的桶子裡面進行熟成實驗 他們兩個人都是對於這塊土地的風土 非常有熱情 非常熱愛的人 於是一拍即合 於是他們就想把這個桶子直接送到蘇格蘭去 他們原來以為只要三個月半年就能搞定的事情 卻沒有想到等待了兩三年的時間 終於讓這支酒熟成了這支獨一無二 全球只有一桶的所謂的葡萄酒風味桶 他上面是說的福爾摩沙過桶 這支酒非常的精彩 他用了台灣當地的金香葡萄 所製作出來的馬德拉酒的形式的ポ特酒 用過的橡木桶來熟成格蘭菲迪 前面有長達24年的格蘭菲迪的波奔桶收成 換桶去葡萄酒裡面 再進行若干年的收成 收成出特殊的葡萄酒的過桶風味格蘭菲迪 試試看全球只有301支 如果今天各位你是透過我們的視頻 你看到的時候這支酒已經賣光了 好但是我們希望未來還有機會 可以再感受這個東西 為什麼呢因為第一支的非常成功 於是呢兩位又再次的 以台灣在地風土的黑厚葡萄 所做出來的紅葡萄酒 紅葡萄酒在進行收成 所以未來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我們先試試看這支葡萄酒的 收成的格蘭菲迪的風味怎麼樣 非常清楚的葡萄酒的風味 果乾 嗯還有那種很強烈的木質的丹寧的氣味 因為它應該是使用歐洲的項目去進行收成 所以木質的丹寧非常的清楚 嗯 啊真好飽滿強勁 尾韻非常的深厚 哇整個尾韻的變化非常的多 嗯 台灣熱帶的氣候造就了一個 張揚的特別的氣味 我在喝葡萄酒的時候 就很清楚知道 馬德拉酒應當有的美麗的味道 在口中相對於其他國家的馬德拉酒 這個葡萄牙的馬德拉酒 台灣的馬德拉酒其實尾韻是非常的悠長 而且帶一點來自酒份的藕吟的味道 而這個東西有淡淡的味道 加進了這支戈爾蘭菲迪 非常有趣 很多朋友常常跟我說 Steven台灣這塊土地 真的是合作威士忌嗎 另外有些朋友跟我說 Steven台灣這塊土地 能不能做葡萄酒 我必須老實說 從我們過去的舊的價值經驗 這些東西都是不可能的 而我們現在台灣在地人民 已經突破的這個我們過去 所有的價值觀念 都已經做到了在國際發光發亮了 希望大家未來在看到我們自己的東西的時候 充滿了一種謙卑期待跟祝福的心 資訊提供 充滿了一種找人 說到何來就可以了 你說這聲明 是當時會我也・・・ 我愛你 你將不用守秩座